10个包装 20个包装 马来西亚观光客 一窝蜂涌入半熟礼店 试试后快横准话单下定 难得来台湾玩 说什么也要买个够 东林熟因为这边最出名 想一下我吃太多东西 盐酥鸡 鸡排 就夜市的都很多很好吃 很多他们一次可能就是会买个三四箱 然后其实我们帮他配送到酒店去 对那最大量的话 可能就是一次有十几二十箱的那一种 西门町业者乐见国际客回流 也让当地店面成为热门进驻标的 像是万年大楼前的西宁南路 就成为女装一级占区 西宁南路的女装品牌业者 砸下每个月三十三万元的租金进驻 他的隔壁两家店则是内衣品牌业者 以每个月五十万元以上的租金 包下一到三层楼进九十瓶店面 就算一年的租金要加六百万元以上 也要卡位抢进 而且三层楼中实际使用的只有一楼 二三楼竟然都拿来当广告墙 房东如果在挑客人的话 他们其实会非常在意说 除了你的价钱可以出的比较高以外 你是不是有长期的一个付租金的一个能力 避免说景气只要稍微反转 你可能就提前解约 毕竟西门丁商圈随着人潮回流 租金行情逐渐回升 也难怪地段好的大坪数店面 一口气吸引五到十组业者 跟房东面试后才有机会进驻 成为疫后租赁市场的特殊奇景 三地新闻林书贤伊丽亭台北报导 一 ripped之前 三地新闻林书费的 要加 volcano 尽头